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战略格局的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是我们考察国际战略格局的第一个视角 那问题就来了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形成呢 这就是我们需要考察的第二个方面 国家实力 这是影响国际关系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因素 当然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因素 那就是国际体制 这是国际的制度因素 国家实力 国际关系 国际体制 是国际战略格局的三大要素 因此 我们就要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国际战略格局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国家实力 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着它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客观上来讲 确实有大国小国弱国强国之分 即使在联合国一国一票的体制下 也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平等 大国在其中更具有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呢 国际关系 国家安全等领域的一些学者 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包括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自然自由 经济能力 科学技术 军事力量 软实力因素 等等方面 我们下面分别解读一下这些因素 是如何影响国家实力的 第一个 地理环境 这里呢 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看待 第一个呢 就是最直观的国土灭积的大小 一般来说 灭积越大 对国家发展可开拓的空间又越大 实力又越强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的环境怎么样 比如 美国东西俩大洋 南北无强陵 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优势 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陆陵海陵 加起来一共20个国家 风争不断 关系处理起来也非常的复杂 第三个是国家内部的地质地貌形态 比如说平原 高山 森林 还是沙漠 戈壁滩 这些呢 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生产劳作方式 以及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二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因素 这里面首先指的就是人口数量 说到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很自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但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人口因素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比如说 人口结构的失衡问题 这里面又有两个 对于我们国家当前来想 比较负面的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正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当然还有性别失衡的问题 男多女少的问题 这些都是影响国家发展壮大的 根本动力因素 第三个因素 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是否吩咐 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 在19世纪 英国掌握和控制了世界的战略思源 虽然不是自然资源的大国 但屏蔽广阔的殖民地 生产了全世界战略资源 铁的53% 煤的50% 当然 在真积极时代 世界的战略资源是煤和铁 但是今天的战略资源 不再是煤和铁 那是什么呢 大家猜一猜 对了 是石油 那还有第四个因素 叫经济能力 近500年 世界上大国的兴衰 在相当程度上都取决于经济力量 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强国 主要也就指的是经济强国 比如说 日本 大家来看一看 它前三个因素 哪个都不占优势 地理环境 国土面积也不大 地理位置也不优越 是一个岛国 人口也不多 当然 对于它那点国土来讲比较多 但对于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 人口很少 对于自然资源来讲的话 日本是全球出了名的 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 对外严重依赖 而这个国家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奇迹 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现在中国超过它了 可是今天我们仍然把日本归为 世界强国的行列 主要就是因为经济能力很强 第五个 科学技术 科学发展水平是影响国际战略力量 对比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我们所讲的一些世界强国 比如说英国 美国 日本 他们的强大 无一不是从科技创新开始 英国的强大 是从蒸汽器时代改良开始 那么日本的腾飞 也是从电子技术开始 而美国的强劲 是信息技术开始 今天我们对美国的信息技术 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比如说我们用的 Windows操作系统 iPhone手机 Intel的芯片 就是说他们的信息技术 在全球是无人取代的 也就是说 未来谁掌握了科技创新 它就会转化成为巨大的推动力 那么这个国家 就会站在经济强国的行列 第六个 就是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是确立大国和强国 重要地位的强有力支撑 这是国家硬实力的 最直接的表现 对于当今的世界 我们一般有一个描述 说美国是班长 俄罗斯就是副班长 美国第一 他就是第二 俄罗斯的经济按理说 排不上前三的 那他怎么能做到 第二把交易上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军力强大 目前俄罗斯在军事上 是唯一一个 能和美国抗互的国家 最后一个 就是国家软实力因素 这个包含的内容 就非常广泛 当然具体来讲 从高到低 层次来说 一般包括 国家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 战略智慧外交能力 还有包括国家各级 政府机构的管理能力 危机世界的处理能力 以及每一个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和文明素养的问题 等等 以上这几条都是影响国家实力的主要因素 在这里面 经济能力 军事力量是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国际战略环境的核心 是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战争涉及到的就是军事力量 而和平时期的重点 就是发展国家经济能力 比如日本 虽然它的国土面积 人口数量 自然自然都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它的经济能力很强 也可以成为一个强 下面我们来看看 分析国际战略格局的第二个要素 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的主体呢 都有两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 比如联合国 国际关系呢 包括三方面的关系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国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 当然 在所有的这些关系当中 最核心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它对国际战略的格局 影响也是最大的 而在国家和国家关系当中呢 主要内容又是 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 军事关系和文化关系 当然在这个里面 比较活跃的是政治关系 但最为根本的 还是经济关系 那为什么国家之间 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呢 每一个国家的实力 都是不一样的 各种力量会根据 自身的利益关系 形成联盟 或者敌对等关系 以达到改变力量 对比的态势 然而 结盟是有代价的 必须为盟国 尽义务 甚至可能牺牲部分主权 有一些国家 不越受到结盟的束缚 便设法由任于大国之间 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竞争和 有求于己 而赢得自己的利益空间 比如像印度 而对于主要大国来讲 对各地区其他力量 进行分化瓦解和制衡 防止其联合起来 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对比态势 则是保证其强势地位的 有效途径 老牌世界大国英国 和现在的超级大国美国 都精于此道 第三个 国际战略格局的要素 就是国际体制 国际体制 狭义上是指 规范国际某一领域的 行为规则 而广义上 则指的是 有关国家 在某一问题上进行合作 或协调的一种机制 在国际环境中 总是存在着 一定的体系和制度 旧的战略格局 被打破后 获胜的国家 就会为了 和平瓜分胜利的果实 主导新的格局 需要形成新的国际体系 并在这样一个体系下面 制定新的秩序 构建性的制度 通过这样一种体制 来维系当前的国际格局 以保障自身的利益 这种制度 就被细化为 一系列的原则 规范 规则 决策程序 这些内容 也是我们考察 国际体制的着手点 我们来看看 自19世纪以来 国际体系的演变 1815年的维也纳体系 1919年的 菲尔塞华盛顿体系 1945年 二战后的 亚尔塔体系 不同时期 体系的建立 都会有相应的 国际制度形成 以保障和 维护这一体系 那自苏联解体以来的 一朝多强 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当中 在各领域 相应的体系和制度 又在不断地调整 比如在经济领域 我们加入WTO 国际贸易组织 近些年来 TPP 环太平洋贸易协议等等 以上是国际战略格局的 三大要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 那这三大要素之间 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 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 是根本因素 它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形成 以及相应国际体制的建立 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 和动态的变化 会影响国家实力的提升 以及相应国际体制的调整 同时 国际体制又维系了 一些大国的关系格局 和保障了其 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 但是 我们也要认识到 当现有的一些国际体制 不够合理 或者不够平等 而伤害到一个国家的 国家利益的时候 它就必须要通过 不断提升自协的实力 以及在此基础上 努力通过国际关系的协调 来促进相关国际体制的 调整和改革 比如 我们中国目前在 国际网络空间体制建立方面的 种种努力 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的